那上一堂课呢 就是我们在讲述 霞满的时候提到说 有至圆满还有他圆满 那在讲至圆满的时候呢 就提到说人 然后呢 身中者时候提到说 就是中国的地方 然后根据叶卫导还有信处 那这边所谓的信处呢 就讲到说对于 一切呢 就是事出事件 一切白法的所生之处呢 皮奈爷所以对皮奈爷呢 而生起信 那不过呢 这里的皮奈爷呢 并不是说只有 仅仅指绿杖一个 而是提到说 齿通三杖 就是提到说 这里的皮奈爷呢 指的是所有的经绿论三者 那就想请问说就是 我们在讲到说 皮奈爷或者说调伏的时候呢 那和我们的心 和我们要调伏烦恼呢 有什么样的关联 那这边就先讲一下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差别最主要是在翻译之上 因为就藏文来说呢 就是藏文的戒 还有像是皮奈爷 以及调伏呢 都是用同一个字 不过我们中文在翻的时候呢 就是在关于就是这些 讲到戒法或是律语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翻成皮奈爷 那在讲说调伏心绪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调伏两个字 但是对藏文来说呢 这两个字的音呢 都是一样的 都是同一个字 不只是音 他字也是同一个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想说那这个所谓的皮奈爷呢 跟我们在调伏心绪呢 就是有什么的关联 那我们之前就讲到说 所谓的调伏 就是这里所用的皮奈爷也好 或者说调伏也好 就是性呢 是对皮奈爷起性 或者说对调伏起性 那这个调伏呢 我们上场会讲讲说调伏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于说烦恼的调伏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对于说我们对于我们 堕罪的这种调伏 那对于烦恼的调伏呢 就是我们主要是透由 精脏还有论脏呢 然后透由学习精脏和论脏 然后升起三学之中的定学 还有会学之后 然后来调伏烦恼 那对于说像是 堕罪的调伏呢 那最主要就是学习 学习律葬 然后让我们升起戒学之后呢 然后对于说 所持守的这些戒律呢 能够不违背 那这些就是指戒的调伏 那所以这边讲说 那三藏呢 三藏跟新的调伏呢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那我们讲到说 大家知道说三藏呢 就是所谓的精藏 律葬还有论葬的这三者 那精律论三藏呢 就是所有佛陀所长的 八万四千法运的 这些内涵呢 是全部可以搜射到 精律论三藏里面 那精律论三藏呢 它最主要的差别呢 说它是如何做区分的呢 它最主要去做区分 就是从它的所权呢 去做区分的 以论葬来说呢 它的所权呢 就是三学里面的戒学 那精藏呢 它的所权呢 是三学里面的定学 那论葬呢 它的所权是三学里面的会学 所以呢 一开始我们要调伏呢 是先调伏我们身口的过失 那在调伏我们身口过失的时候呢 那就是透游学习了律葬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心序里面呢 申请了戒学 那申请戒学之后呢 那自然就会去防范我们 身还有口呢 所造的这些过失 或是生育呢 所产生的这些过失 最主要呢 就是透游戒学 那也就是透游学习 论葬的去调伏 那对于心序中的烦恼呢 有分为两种 那心序中呢 有一种是现行的烦恼 那调伏现行的烦恼呢 那就是透游学习精脏之后呢 升起定学 然后去做调伏 那对于说像是烦恼的种子和习气呢 那就是透游学习论葬之后 那心序之中呢 升起会学之后去调伏 那我们知道说 一切烦恼的根本呢 就是无明 然后对于无明的方式呢 就是透游学习无我的这个智慧 或者说内心升起无我的之后呢 然后来调伏无明 所以我们升起了正的空性的智慧之后 或说正的无我的时候呢 那先升起正的无我会之后 那内心呢 就是对这个能够做专注的一种 专注在这个 他的静之上 就是无我静之上 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定学的部分 那升起了定学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进入会学 也就是进入圣观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止观双运 那当我们能够升起 对于空性的止观双运的时候呢 那自然而然 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呢 去除我们的根本无明 所以这就是三学呢 和调伏烦恼之间的关联 那上一堂课呢 我们主要是讲到说 根本科判的第四个科判 如何镇尹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 那这个次第呢 又分为说就是一开始的 像是道士根本一事鬼里 那道士根本一事鬼里呢 又分为说坐上修该如何 以及坐下修呢 该如何 那这部分已经讲解完毕 那接下来就讲到说 既清静以呢 如何修心次第 那再讲到说 既清静以如何修心次第的时候呢 那同样呢 也是分为说就是前行 也是分为正修时应如何 还有未修中间应如何 那在正修时该如何呢 又分为两个科判 那也就是讲到说呢 与有侠生劝取新药 还有如何摄取新药之力 那与有侠生劝取新药呢 又分为两个科判 就是讲到说 施维侠满异大 以及施维侠满难得 那我们今天讲完了 施维侠满异大 那今天就从施维侠满难得开始 那我们之前三行课呢 就讲到说 在这边呢 虽然说他只讲了两个科判 就是施维侠满异大 还有施维侠满难得两个科判 但是在其他的道次第的教授呢 就是会加上第一个科判呢 就是在施维侠满异大之前呢 会加上一个正名侠满的这个科判 那不过呢 就是在安乐道路里面呢 就是把正名侠满 还有说施维侠满异大两个科判呢 就是并在一起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另外去做一个 就是正名侠满 去施维侠满的这些 就是他各个体性不同的时候呢 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 更广泛的去理解到 就是侠满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讲到说施维侠满难得 那我们就看到第十页的最后一段 那施维侠满难得呢 虽然说这边呢 也是只有一个科判而已 但是在其他道次第的教授呢 他在这个科判里面呢 会讲出说 又分为三个子科判 然后来讲到说 如何施维侠满难得 那第一个呢 就是从因 就是从侠满的因方面呢 去施维到侠满的难得 那第二个呢 是从侠满的体性方面呢 去施维侠满的难得 那第三个呢 是以辟育方面呢 去施维到侠满的难得 所以又分为三个子科判 那有一些 有一些的 道次第的教授里面呢 他只讲到说 从因方面去施维 还有说从体性方面去施维侠满难得之外 并没有特别讲到批语方面去施维 但是这些呢 只是说道次第他讲述的就是 广略的差别之外 但是内容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第十页的最后一段 讲到说第二 施维侠满难得 那在正修习顶门上师佛之上 那这句话意思其实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观修呢 就是上师佛在我们的顶门 所以 他的意思是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正观修呢 上师佛在我们的顶门之上之后呢 那除此之外 那我们开始去施维说 如何施维侠满难得 那接下来呢 就看到第十页的最后一段 就是施维侠满难得 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先观修呢 我们的顶门呢 就是观想根本上是 安卓在我们的顶门之上 那观想根本上是 安卓在我们顶门之上之后呢 那我们就做如是的施维 就是施维到说 现在我们所获得的这个人生呢 是侠满人生 那这个侠满人生呢 他除了我们刚刚所讲述到的 他不仅仅是具足了大意之外呢 那同样的呢 也是十分的难得 那为什么想法人生呢 是十分的难得呢 因为这边就讲到说原因 想法人生难得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呢 像是人等 就是我们这些六道的友情呢 那人等呢 这些众生 大部分的众生呢 多半呢 就是造作十二页 就是我们在善业跟恶业里面呢 大部分我们所造的都是善恶 都是十二页 那十二页呢 他刚好呢 就是障碍我们获得 想满人生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说 想满人生呢 我们要获得想满人生呢 第一个 你是要断除就是 获得想满人生的这些违缘 那违缘就讲到说像是 断除八种无瑕 那具备十种圆满 那这是属于顺缘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要禁除掉 获得想满人生的障碍呢 就已经很困难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些友情呢 大部分呢 都是造作恶业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违缘呢 要禁除很困难 那同样的呢 要具备顺缘呢 也很困难 为什么呢 就讲到说 特别呢 是要获得 清静圆满的这个 霞满生呢 他必须以境界为根本 然后呢 施等为助半 就是 你想要获得一个 霞满人生呢 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呢 就是境界为根本 就是你要持守 清静的这些律义 这是最基础的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你还要去行 布施等这些六度 布施 词戒 忍辱 等等这些呢 作为你的助半 然后最后呢 还要有无垢敬怨 就是你要发清静的怨 那你才有办法获得 那可想而知 就是要具备这三个条件 才能够获得 小马人生的缘故呢 所以这样子的因呢 获得小马人生的三个因 就是境界为根本 师等的助半 然后加上了无垢敬怨 要这三个因呢 要能够合合呢 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小马人生呢 它是很难获得的 那这边呢 就讲到说 我们要去思维到小马难得呢 最主要是从小马的 三个因之上呢 去做思维 那三个因呢 就讲到说 第一个呢 以境界为根本 那在境界为根本之上呢 然后加上就是布施等 就是布施等 那这个等字呢 就包含了其他的五度 所以就是布施等六度呢 然后作为助半 然后最后呢 还要有不够清净的这种发愿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呢 就是以境界为根本 那什么叫做境界呢 境界的意思呢 就是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 一部分呢 就是不具备界体的 像是居士 就是没有出家的这些 居士呢 来说的话呢 那就是 他所要获得的境界呢 就是要断除呢 使不善 那这个呢 是对于居士来说 所谓的境界 那凡事呢 就是以三米以上 就是你具备戒体的这些 具备 律仪戒体的这些 出家的法师呢 或者说这些 世中弟子来说的话呢 那就是需要 依靠着政治和正念 然后时常去议持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 常常呢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 违反事根本 就是要住境界的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呢 你不可以沾染根本的剁罪 那除了不沾染根本的剁罪之外呢 那对于其他的这些 罪行或是其他的这些 律仪来说呢 那也要好好的去 行持 如果说呢 就是偶尔有违犯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违犯的时候呢 就因为你时常提起政治正念的缘故 一发现自己有违犯的时候呢 就要立刻的去做忏悔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呢 都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才是说 一开始呢 以境界为根本 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一个门槛 那这里呢 就是讲到说三个一呢 除了第一个呢 以境界为根本 那第二个呢 就是私等为主办 那还有呢 结合无垢禁院 那什么叫做无垢禁院呢 我们一般讲到说 现在来讲到有垢好了 先了解知道 什么是有垢之后 什么叫做有垢的 这种发愿之后呢 那我们去除掉有垢呢 就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无垢的禁院 那什么叫做有垢的发愿呢 就比如说 讲到说 我所需求的呢 都是属于今世的这种安乐呢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只需求 就是现前的真上升 那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那就是维持为智力作义 就是只为自己能够获得解脱呢 那这是第三个 所以呢 这三个呢 就是分别呢 可以和三世道呢 做结合 就是我们在修持下世道的法类的时候呢 但是我们在修持下世道法类的时候 最后在回向的时候呢 我们不回向来世 然后若是回向说 今生呢 能够得到今生圆满的这些安乐和受用呢 那就是对于下世道来说呢 这是属于有垢的发愿 那对宗世道来说呢 就是他 他所 他虽然说他是希求能够得到来世 但是他的来世呢 他是仅仅呢 就是希求就是获得真上升而已 他并不想获得解脱 他只想获得真上升 就是人和天的这种果位之外 他并不想获得解脱 那这个就是属于中世道的有垢发愿 那上世道的有垢发愿呢 就是他不去思维他力作义 并不去思维其他的友情 那他仅仅呢 去思维到说 我学习佛法呢 或说我做这些善行呢 我最终的目的呢 仅仅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得解脱 然后去做这些行情 那这就是属于上世道的这种有垢的禁愿 所以我们知道说 要发无垢禁愿的时候呢 最下最下边际呢 就是要不掺杂着今世安乐 但是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呢 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像我们无论说去修法也好 或者说我们在做任何的善行 做完之后在回向的时候呢 大部分我们都是回向说 哦我自己的受用能够圆满 我今生的什么受用能够圆满 我的什么事情能够承办 大部分呢都仅仅只是回向今生之外 很少回向来世说 我们希望来世能够获得什么样的 来世能够获得身上身的果位等等 这些都很少有去做回向 所以光以无垢禁愿来说呢 我们就已经很难了 就是第一个呢要具备境界 以境界为根本 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很难达到了 但是我们能够持守境界之上呢 那要就是透有诗等的助办 然后加上的无垢禁愿 对我们来说呢 这三个一定要合在一起呢 非常的困难 即使你都做到了境界为根本 但是我们发愿呢 可能又不清净 或者说呢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诗等为助办 所以 以要获得辖满人生的因来说呢 他已经非常困难 非常难以获得的话呢 那同样呢 这个的果呢 因为因然的缘故呢 所以其果报 就是具备十八种就是去除八五侠 具备十元满这个侠满人生呢 也是更难获得了 所以呢 这边就讲到说 以境界为根本 失等为数办 加上无垢禁愿呢 是获得侠满人生的因 所以这个就是透由 因呢 侠满人生的因的方面呢 去思维 就是他的果报呢 侠满人生是难以获得的 因为这个因呢 不容易累积的缘故 所以其果呢 也难以获得 或者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我们在从去除 就是违缘的方面呢 然后来获得侠满人生呢 是很困难的 那以上呢 就讲到说 由因呢 去思维到侠满难得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讲到说 由体性呢 思维侠满难得 讲体性也好 或者说从果这一方面 就是获得侠满人生的果这一方面呢 来说呢 就是侠满也是难得的 那我们这边呢 就看到内容 就看到第十页的倒数第四行 同时关带 处生到等恶去 能投生散去呢 是非常少 那关带的散去呢 能够获得侠满所一生呢 更是如同日中心芒 非常的稀少 那这里呢 就提到说 从刚刚讲到因方面来说 那从果位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们能够投生的时候呢 要么就是投生到散去 要么呢 就是投生到恶去 所以呢 关带的投生到处生 地狱恶鬼呢 上恶去来说的话呢 和他们相比呢 投生到散去呢 是非常非常的少 就数目呢 已经是很稀少了 那即使呢 投生到散去里面呢 那能够获到就是 去除八种无侠 然后具处十种圆满的这个 这个霞满所一生的这个人生呢 那就更如同说 我们在白天的时候 看天上的星星一样 就是几乎是看不到的 所以 由此呢 透游这个比喻呢 然后来说到 果位呢 从果呢 来看的话呢 霞满人生呢 也是非常难得的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从思维难得 思维想满难得呢 第二个科判呢 就是 第十页的最后一段开始呢 那 再讲到说 并结合 无垢敬怨 可想而知 这样的英俱 德能一亿成半 着实不多呢 那以上呢 就是只要说 透游英 英的英之门呢 去思维想满难得 那接下来呢 就是同时光带畜生道等恶趣 那一直到 更如同日中星亡 成然非常稀少 这部分呢 就是讲到说 有果之门 或是有体性之门呢 思维到霞满难得 所以在这里面 霞满难得呢 他最主要呢 就是提到说 透游英之门 以及透游果之门呢 去思维到霞满难得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讲到说 那既然霞满是难得的话呢 那这边我们去思维 就是说 那这个内容 最主要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所以就提到说 因此 第十页的倒数第二行 因此 仅仅得此 以难得获得的 一大霞满人生呢 不可让其 无意义的空过 应当取其心药 就是说 所以呢 对于这么难得的 霞满人生呢 我们不可以浪费掉 这个霞满人生 所以呢 一定要取这个 获得霞满人生之后呢 我们要取心药 那取心药之理呢 就是我们该如何去 取心药呢 取心药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 因在上师和佛 不分离的依止之上呢 修习有比教士的 圣称教授心药 则于此一事 得益于获证佛位 那取心药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要 一开始就是先观修到 上师呢 和佛二者呢 是无二无别的 所以在依止呢 就是和 和佛无二无别的上师之后呢 那透由上师的教授 透由修习呢 就是上师所教授的 这个最盛称的教授心药 那最盛称的教授心药呢 讲的就是大称的 教授心药 然后去修习大称的教授心药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齐寝 就是齐寝上师佛的加持呢 愿我在这一生呢 就能够容易的获证佛果位 那透由这样子的思维之后呢 那就是如此有力的行持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做 这样子 祈求上师佛的加持 做这样子甘露的 这种齐寝方式 所以以齐寝的缘故呢 然后在顶门的上师佛呢 就降下无产的甘露 然后 融入到至他一切有成的身心 把无始以来呢 我们所击造一切的罪障 就是 这是指共通的一切的罪障 那特别是呢 对于我们身体相反 难得的这种 特别的这种 特殊所证的这种障碍呢 所有一切的障碍 疾病还有非人的这些干扰呢 都能够净除 然后我们的身呢 变为光明的体性 然后所有呢 就是共通的寿命福德呢 一切功德能够增长 那特别呢 是自他有什么心绪呢 都能够生起 想满难得的这种特殊所证 那就是呢 在这边讲到说 透有这种思维之外呢 那我们也可以去多进一步 就是去思维到说 现在呢 我的外缘呢 已成 外缘呢 就是要说 我们外面呢 已经有了 就是善知识的教授 那内缘呢 就是我的心呢 也想要好好的呢 去修习佛法 就是我有这样子的 希求心 那同样的呢 对这些违缘的障碍呢 因为上次的加持呢 所以让我不具备 这些的违缘障碍 所以呢 我到现在呢 我到现在呢 都还能活着 因为呢 如果说 我现在呢 如果已经死去的话呢 那我 堕入恶趣 那除了吃亏之外呢 一点都没有好处 那我现在呢 有幸在上一个月呢 在昨天三个月 或者说 在去年的时候呢 因为都还没有死 如果说 我在昨天 上个月 或是去年呢 就已经死去的话呢 那我现在呢 必定堕入恶趣 那堕入恶趣之后呢 是没有任何的方法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可以脱离出来 那现在呢 就是有幸 我到现在呢 还没有 还没有过世 还没有离世 那 拖油上师佛的家庭呢 那祈愿从今天开始呢 那一直到 一直到我今生受尽之前呢 都能够努力的去修持佛法 然后呢 不要让我的小满人生空过 然后去 以这样子的思维呢 然后来 配合降世甘露呢 那可以 呃 思维的更圆满 那接下来 我们就看到说 最后呢 于皆行如何 行持之地如前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到说 在 呃 坐上修的时候呢 又分为 前行正行和皆行 那前行以及皆行的部分呢 就是如同我们之前在 呃 一指善之士的地方所说呢 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呢 我们在呃 这一座呢 快要结束之前呢 那我们就好好的去思维 就是今天在最后面这一座 要结束之前呢 就去思维到说 我呢 在今天关修的时候呢 是否如此呢 我早上起来的议论那样 就是好好的去做关修 那如果说如同 我早上发孕一样呢 有这样去 做如实的关修的话呢 那就好好的 随喜自己 那 并且修欢喜心 那如果说没有好好做到的话呢 那就是 同样的呢 也是发孕说 那从明天开始呢 我不要像今天一样 然后要好好的去修持 就是身体如是呢 去观察自己的内心 是否有好好的修持 那最后呢 就是做一个 总的一个回向 那这个呢 就是如同在 一纸三知识 最后面所讲到的 在结星的时候呢 该如何行之之力呢 所以就讲到说如前 那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收摄呢 就是我们在讲究到说 我们去思维到 就是霞满的正音 然后呢 以及思维到霞满异大 还有呢 思维霞满难得 这三者呢 最主要就是一个能成的音 那他所要 他是一个音 那他所要成的是什么呢 他的所成是什么呢 所成就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脱油这三个呢 就是能成的音呢 我们所成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呢 我今生呢 能够希求正法 那希求正法呢 是指什么呢 就是我今生的所做呢 就是从我现在到我的余生呢 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呢 就是不要都去希求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住得越来越好 或是说希望我的身 我的身体呢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美好 或是希望我的财富越来越多 总之呢 就是不去做任何 对于就是身材受用方面的这种希求 然后呢 是为希求正法 那最后呢 所成的果是什么呢 所成的果呢 就是为行正法 所以透游能成的音呢 就是思维就是霞满 思维就是证明霞满 然后霞满异大 还有霞满难得呢 这三者呢 透游这样子的思维之后呢 然后所成呢 就是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升起一个想要能够好好修法的音 那最后能够修法的一个 能够好好去修法 这是我们的希悦 那最后所得到的果呢 就是为行正法 这就是所得的果 所以透游这个能成的音 然后呢 所成 还有说所成的果呢 三者 然后来做一个收射 那所以呢 我们讲到说就是正修时该如何 还有说未修之间该如何 那未修之间该如何呢 就讲到说我们应该去多多阅读呢 就是阐述霞满道理的这些佛经论书 然后跟前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呢 不要去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书籍 那主要也是阅读跟霞满有关的 那我们在正修时的时候呢 就是往往呢 都是因为说我们自己不想去修行的缘故 就是自己提不起修行的心理 那虽然说因为是自己提不起 想要去修行的心理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开始去怪读到说 啊 我现在没办法修行呢 最主要说因为我现在修行的环境呢 不好的缘故 或者说呢 会去怪罪到说 啊 因为我没有一个好的上师的缘故 或者说呢 怪罪到说 啊 因为这个上师给的教授呢 不是很完整的缘故 所以我没有好好 我没有办法好好的修行 但是呢 其实这些都不是最主要 不去修行的原因 我们不去修行最主要的过失呢 就是因为说自己提不起 想要修行的心 那为什么我们会提不起 想要修行的心呢 那最主要呢 就是我们对于狭满 和无常的法类呢 没有生起定解的缘故 如果说呢 我们的心绪里面呢 能够对于狭满和无常这两者呢 能够生起定解的时候 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呢 就在法上呢 有所用功 自然而然呢 就会在法上的经济努力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就讲到说 如何取心药之力 那这里呢 我们就讲到说 从根本的第四个科判呢 就是如何 之前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呢 分为道士根本清静善之士 还有说 既清静语如何修行次第 那既清静语如何修行次第呢 又分为说 与有狭生呢 劝取心药 然后还有说 第二个呢 就是如何摄取心药之力 那对于说 与有狭生如何劝取心药呢 我们已经讲解完毕了 就是透游四位狭满人生呢 他难得意大呢 然后 劝发我们呢 要取心药 那所要取的心药是什么呢 所以这里讲到说呢 如何呢 摄取心药之力 那我们所要取的心药呢 又分为三种 就是呢 即共下世道的修行 共中世道的修行 以及共上世道的修行 所以我们所要取的心药呢 就是 共下世道 共中世道 还有上世道的修行方法 那这边呢 有人就会有疑惑到说 那我们这里呢 讲到说 如何呢 摄取心药 那如何摄取心药呢 就讲到说 共下世道的修行 共中世道的修行 以及上世道的修行 那前面所讲的像是 一纸善之士 还有修满呢 他是否没有搜射到 三世道里面呢 那有人会有这样子的疑惑 不然为什么是 先讲完了这两个的内容之后 然后才开始解释 三世道 那并不是说呢 就是一纸善之士 还有修满呢 他没有搜射到 三世道里面去 那为什么中科法大师呢 在安利科判的时候呢 是先讲述了 一纸善之士 然后还有 讲完了修满之后呢 才开始正解释 三世道的内容呢 并不是说 三世道的内容 不含过这两个 而是呢 最主要是因为 一纸善之士 还有呢 修满呢 他内容呢 是所有一切 就是三世道内容的前景 或说三世道的根本缘故 他是前景 以及根本的缘故呢 所以在 尚未讲述三世道之前呢 先讲述这两个法类 那并不是说呢 这两个法类 没有办法收射在三世道里面 那 那一纸善之士呢 他如何成为 三世道一切道的根本呢 那最主要呢 就是我们要 想要 心绪之中呢 如果想要生起 道士帝呢 任何的正德 或者说道士帝 任何的角色呢 我们必须如实的修行 那在想要如实修行之前呢 我们要先了解到说 该如何的修行 那要理解到 该如何修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先 一纸一个巨量 巨得的善之士 那一纸了 巨得巨量的善之士之后呢 那透由我们的 意乐一纸 以及加行一纸呢 就是透由 意乐如理一纸 还有加行如理一纸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获得 就是上师的加持 才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 那也唯有了 获得了上师的加持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 在心绪里面呢 就是 我们才能够知道说 如何的修行 如何修行 才能够如实修 那也才能够在心绪里面 升起如实的正量 或者说如实的绝授 那所以呢 在一纸善之士的时候呢 我们最主要也是透由 就是修行念恩 还有对呢 善之士呢 就是升起信心 这两个方面呢 然后来升起这样子的正量 那也唯有透由呢 就是以修行为根本 还有随念圣恩呢 就是升起敬重之后呢 才能够获得加持的缘故 所以才说呢 善之士呢 修一纸善之士呢 是一切道的根本的原因 那辖满呢 它是如何成为一切道的根本呢 就是讲到说 我们透由思维辖满之后呢 然后要对于 要知道说如何摄取心药 所以就是透由思维辖满呢 然后我们才能够 升起永恒精进的心呢 然后需求在法上学习 那对于说 我们在精进法上学习的时候呢 会有三种的维言 那这三种维言是什么呢 那这三种维言呢 就是属于至亲的懈怠 那第二个呢 就是讲到说 单左于二世的懈怠 那第三个呢 就提到说 推延的懈怠 这三种 那第一个呢 就是至亲的懈怠呢 就是去思维到说 因为这个 这个小满人生呢 实在是 他的一呢 实在是太难以继续了 我要继续禁除 禁除八种无瑕 然后获得十种圆满的 这个小满人生呢 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可能没有办法承办 那这种呢 是属于至亲的懈怠 那所以呢 就是透由思维 证明小满呢 然后我们去对峙 这种至亲的懈怠 那获得了小满人生之后呢 那我们可能呢 就会 呃 贪着在一些 世间的享乐之上 那贪着在这些 世间享乐呢 对峙的方法呢 就是思维说 小满异大 那具足了这个 小满人生之后呢 它是很珍贵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承办 帮助我们承办 就是你想要 任何的这种果位 你都能够透由 小满人生而承办 所以透由这种 思维小满 异大的方式呢 然后去对峙 单着于恶世的这种懈怠 那恶世呢 就指了说 对于世间的这一些 呃 名誉 财富等等的这一些 贪着呢 是所谓说 贪着恶世的懈怠 那最后面就是说 我虽然知道呢 要修习佛法 但是会觉得说 啊 修习佛法 我也不急着今生修 我可以 来生呢 再来修 那为了断除这种 这一种的思维呢 所以 告诉我们说 想满难得 那透由思维 想满难得呢 就可以断除我们这种 推延的懈怠 所以呢 就是能够断除 这三种懈怠的缘故 所以讲到说 瑕满呢 它是能够 承办一切道的基础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就是 十一页的最后一段 那讲到说 供下世道 那供下世道的修心呢 它又分为两个科判 那第一个呢 就是在正修时呢 该如何行持 那以及第二个呢 就是 未修中间呢 应该如何行持之力 那正修时呢 该如何行持之力呢 又是同样的 就是和前面所讲到的一样 就是分为前行 正行和结行 这三种 那在前行的部分呢 就是会一直 从一开始呢 就是讲到说 归一总及 上世天中天 金刚此活 前期请呢 那这以上呢 就是如前所说 就是从一开始 就是在安绝齐情的 这个前面呢 就是具备加行六法 然后到最后面的齐情呢 那都是到安绝齐情呢 都是如同我们上面呢 所讲的呢 都是一样的内容 那在做安绝齐情的时候呢 那也可以做 如式的思维 讲到说呢 我们在做 安绝齐情的时候呢 在齐情的时候呢 我们内心可以怎么思维呢 就思维到说 我与一切如母友情呢 就是提到一切的 如母友情的众生呢 就是从 无始生始以来呢 就是从无始的轮回呢 以来呢 那我们是长期呢 就是受到各种 猛烈的巨苦 那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 这种猛烈巨苦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没有呢 去思维念始无常 然后呢 我们也不畏 我们也不畏 聚三恶道的痛苦 然后我们内心呢 也没有办法 至今恳切的呢 去归一三宝 然后呢 因为呢 我们不能生信 业果的缘故 所以对于说 黑白恶业 那黑业就是提到说恶业 那白业呢 就是提到三业 所以对于说 散烈业的取舍之理呢 不能如实行持呢 所导致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 愿我与一切如母友情的心绪呢 都能够生起念始无常 然后呢 畏惧三恶道的痛苦 然后呢 还有归一三宝 还有对于业果呢 生起生信 然后呢 如理的去断恶修缮 那透由这个方式呢 去齐寝 就是上师佛的加持 那透由齐寝的缘故呢 那顶人的上师佛 也是降下无常的刚入 然后降助致他一切友情的身心 将无始以来 击造的一切罪障 那特别是呢 就是生起供下世道的这个 特殊所证的所有的障碍 疾病 还有非人干扰呢 都能够净除 那我们的体性 生的体性呢 成为光明的体性 那所有的寿命福德功德 都能够增长 那特别呢 是致他心绪呢 能够申取 供下世道的这种 特殊所证 那这些呢 就是除了就是 我们讲的 所修法类的 所修法类不同之外呢 那其他呢 降致甘露者这种观想的方式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边呢 是讲到说 供下世道的内容 所以就对于说 我们所要申请的这种 特殊的这种 证德呢 改为供下世道之外呢 那其他思维的方式呢 都是如同上面 是一样的 那以上呢 就结束了正行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 第十二页的第二段 那就讲到说呢 其次正行呢 又分为四个 那就是分成四个科判 那第一个呢 就是思维念始无常 那第二个呢 就是思维恶趣苦 那第三个呢 就是思维归一三宝 那以及第四个呢 就是思维身心业果 那在这里呢 就是讲到了四个科判 就是思维始无常 然后思维呢 恶趣苦 然后还有休息归一三宝 还有说 生起身心业果呢 这四个科判 那在讲到说 这四个科判的时候呢 那始无常呢 其实是可以收射到 就是发生希求后世之心 就是当我们能够 好好去思维始无常呢 我们了解到说呢 并不是说 今生结束之后呢 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是呢 还有来世 那来世呢 我们该如何去做呢 那该怎么去思维呢 所以讲到说 发生希求后世之心 那就是透由这里面 去思维到说 始无常的内容 那像是思维恶趣苦 还有说像是休息 归一三宝 还有说 生性业果呢 那它是属于说 依止后世的安乐方便 就是我们希求后世之后呢 那后世我们会 我们那是希求 能够投生到乐趣 投生到善趣 那投生到善趣的方便 就是投生到善趣的方法 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要先去思维到说 善恶趣的这种痛苦呢 我们才不会想要 投生到恶趣 所以想要希求到善趣 那投生到善趣的方法 有什么呢 那就是要去归一三宝 以及说去生性业果 那如果我们能够 让去思维的话呢 就会比较完整 那像以其他 道士帝的教授来说的话呢 他在讲是说 共产世道的发心的时候呢 他会先分为两个科判 那这两个科判呢 就是第一个呢 先讲到说 发生希求后世之心 那第二个呢 又讲到说 依止后世安乐的方便 先分这两个大的科判 那在发生希求 后世之心的这个科判里面呢 他又分为了两个 那第一个呢 就是思维此世呢 不能久住意念必死 那这个呢 就是讲到说 始无常的内容 那第二个呢 就是思维后世当生何去 然后去思维说 恶趣的苦乐 就是是出了到 善趣的安乐 以及恶趣的痛苦 那在里面呢 自然就讲到说 思维到恶趣的这种痛苦 所以如果能够从 这样子的方面 这种科判去思维的话呢 那可以帮助我们呢 就是思维的更为的圆满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讲述到说 就是安乐道路的科判里面呢 我们就先看到了 就是他讲到 第一个呢 就是提到 念死无常 还有思维 恶道苦呢 那这两个呢 就是可以收射到 发生希求 后世之心 那 休息归一三宝 还有身心业果呢 可以收射到 依止后世安乐的方便 那我们如果能够 这样去做思维的话呢 那能够帮助我们呢 较容易的生气 那在 安乐道论里面呢 他讲到说 首先呢 思维死无常 那在讲述死无常的时候呢 他直接呢 就开始讲述了死无常 但是呢 在其他的 修心教授里面呢 就会讲到说 我们在休息死无常的时候呢 然后又分为了 三个 四个科判 就是想去思维到说呢 未休死无常的过患 然后休息死无常的胜利 然后呢 如何升起念死的心 或者说呢 就是念死的道理呢 该理回来休息 那中科报大师呢 最主要在讲述到死无常的时候呢 又提到说 思维三种根本 九种印象 还有说三种决断 就是透由这个方式呢 然后去思维死无常 那在这里呢 就讲述到说 我们在思维 为什么要去思维这些呢 就是讲到说 我们今生呢 获得了这个难得的想满人生呢 就是很难得 很偶然的机会之下呢 才能够获得的 那我们在很偶然 然后很难得的机下 很难得的机会之下 获得了这个难得的想满人生之后呢 那我们知道说想满人生呢 它是能够承办任何呢 就是大义的事情 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来生呢 不堕入恶趣 你想要投身到仁天秤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透由今生的想满人生而承办 那同样的呢 它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投身到仁天秤 还是说我们需求于解脱的话呢 也能够承办解脱 还是我们想要 承办一切片子呢 成就佛陀的果位呢 那获得这个想满人生呢 也都能够帮我们承办 就是一切片子的 那所以呢 我们今生既然已经获得了这个难得 一大难得的想满人生之后呢 那在未死之前呢 我们就要努力的呢 去取这个新药 那为什么要努力的去取这个新药呢 因为呢 我们新的相续呢 并不会说因为我今生死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相续呢 就断掉了 我们新的相续呢 是会延伸到来世 会延伸到后一生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来世呢 后一生呢 如果堕入恶趣的话呢 那堕入恶趣呢 会感受到无边的这种痛苦 那堕入到恶趣的时候呢 是否堕入恶趣 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自主的 我们是没有主导权的 那完全是看说我们这一生呢 这次还活的时候呢 是否有如理的断恶修缮 我们如果是如理的断恶修缮的话呢 那我来生呢 自然而然呢 就能够投身到善趣 那同样呢 反过来说呢 如果我们没有如理的断恶修缮 那造的恶呢 比善还要多的话呢 那自然会随着这个业力呢 就投身到了恶趣去 那投身到恶趣之后呢 要投身到善趣有多么的困难呢 那嘎当派的这些善知识呢 就讲到说 如果呢 我们是投身到恶趣之后 然后从恶趣之后呢 想要再投身 转为人生呢 和我们现在是善趣 已经是 获得了想满人生 然后透有这个想满人生呢 然后再承办 佛果位呢 那 哪一个比较困难呢 那就讲到说 如果我们投身到恶趣 然后想要投身到人生呢 是比我们今生已经是人生 然后再去取胜佛果位呢 来得更为的困难 所以呢 我们就要在还没有死之前呢 然后就努力的呢 就是去取心药 那这个取心药最主要呢 就是下世道呢 就是讲到说三世道的这个内容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那以上呢 我们今天讲出说 如何正义教授引导学独自赤地呢 然后两个科派里面 道之根本 亲近善计事 以及 既亲近如何修行赤地 那 第二个科派呢 既亲近如何修行赤地呢 又讲了说 与有侠生劝取心药 然后还有说 如何摄取心药之地 那在这 以上呢 就是我们讲解了 讲解完了 依止善计事 还有说 小马人生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就是如何劝取心药之地呢 就讲到说 供下世道的修行 供中世道的修行 以及上世道的修行 那这个我们之后呢 再继续地做解释 那接下来呢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发问 邀请念长来帮我们翻译 首先两个中文的问题 请问小马人生 因里头第一个持守亲密 请问何谓亲近的定义 该如何拿捏掌握 是完全不能照 时不散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由于自己的愚钝 通常我会虔诚发愿 想再一次的获得人生 来完成未能领悟的福法和修行 这不是为自己个人的利益 更不是为了今世的利益 更能够是希望 来生生生世世不离佛法 未能修成正果去利益众生 这种亲近的发愿 能否让我们获得人生呢 那这边呢 第一个呢 就第一个问题呢 就回复到说 那什么呢 叫做无够境界 能够受持境界 那境界为根本 所谓的境界呢 是代表什么 是要说就是十二页呢 都不违反的 叫做境界嘛 那这边呢 各下就回复到说 就是一般呢 我们讲就是说 具备戒体的 就是已经受持了 五戒以上的人呢 有受持五戒 然后具备戒体的 这些人来说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呢 不能犯四根本 那四根本呢 是哪四个呢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在杀戒里面呢 就是不能杀人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窃盗罪里面呢 就是讲到说 所谓就是不能偷取 有价值的这种窃盗 那这边指的价值的意思呢 就是提到说 就是每个国家呢 他所制定的 就是偷了多少钱之后呢 就是说你拿了多少钱之后呢 会被判刑的这种呢 叫做价值以上的 那就是说 不能偷取价值以上的 这种财物 那第三个呢 就提到说 就是协赢的部分 就是不可以协赢 那第四个呢 就提到说 不能讲述大妄语 那四根本呢 是不能违犯 那四根本以外的 这些堕罪呢 就是不能够过夜 就是现在犯了呢 然后就要立刻的呢 去做忏悔 就是直接去做忏悔 不可以把这些堕罪呢 就是留到隔夜之后呢 才去做忏悔 那这是在戒论里面呢 就是有讲到说 所谓的这种 禁戒的意思 那对于说就是 没有受持五戒以上的 就是没有戒体的 就是我们一般人来说呢 就是说要很亲近的持守 就是断除十二夜的这个律义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困难的 对我们来说 那所以格西说呢 以他的想法来说呢 那应该也是同样的 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呢就是一样 就是在深山液里面呢 属于身体的三种罪业里面呢 就是深液里面呢 也是同样的 第一个呢不能够杀人 那第二个呢也是一样 就是在窃盗罪里面呢 不能就是偷取就是价值以上的这种物品 那这是第二个切盗罪 那第三个呢就是邪淫 那这三个呢不能够违犯 那第四个呢就是在雨夜里面呢 就是同样的不可以讲述大忘语 那除了这四个以外呢 那其他就是食不散里面呢 要食不散里面呢 其他的六个不散呢 那就是我们犯的时候呢 或者说有有沾染到的时候呢 那就是透有势力忏悔呢 就是直接的做忏悔 要过夜的话 那应该呢也是可以算是 手持清净的律义 那关于说就是没有受罪的人呢 就是格西说他在经论里面呢 并没有特别的看到过 但是呢就是戒论里面呢 就是很清楚讲述到说 你具备戒体之后呢 那什么叫做 持守持无垢境悦 那所以用同样的理路呢 我们可以就是放在说 没有戒体 那我们在持守 就是食不散的律义的时候呢 该如何的去持守呢 才算是属于持守境界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答复 那第二个问题的答复呢 就是说透游这种发愿呢 是不是属于无垢境悦 那格西说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发愿呢 我获得生生世世呢 为了获得这个想满生 那我获得想满人生 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为了就是 能够生生世世呢 学习佛法 那把我所不了解的佛法内容 能够了解 那了解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为了成就无上苦题的话呢 那以这样子的心 去做发愿的话 那肯定呢 就是无垢境悦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说 无垢境悦呢 它最下边际 所谓的无垢呢 就是不要希求今世安乐 最下的边际呢 就是希望能够获得生上生 就是获得人天的果位 那这是最下边际 那如果说这个 都是最下边际的话呢 那我们在这个之上呢 就是去希求 一切偏知果位的话呢 那它更是属于 无垢境悦的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就是想请问格西拉 就是 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会死 但是呢 我们为什么 有没有办法对于念死呢 升起一个定解 就是我们该如何的去行持呢 才能够对于念死无常呢 升起真正的定解 那格西拉呢 就回复到说 没有错 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知道说每一个人会死 但是呢 我们往往呢 都会觉得说 反正呢 我今年不会死 然后呢 我这个月呢 不会死 那我明天呢 不会死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那最主要呢 就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 长直呢 的缘故 就是对这种长的这种执着 所以会觉得说呢 就是我 今日不死 明日不死 然后呢 所以这样推算下去呢 其实我们是不会死的 所以我们很难对于说念死呢 升起定解 那该如何的行持呢 那这个呢 就是从我们下一堂课呢 在讲述到 供下世道的时候呢 那会讲到说 在讲述供下世道的发心的时候 那第一个呢 就提到说念死无常 那在讲述供下世道的时候呢 那道士帝呢 是提到说就是 三根本九音像 还有三种觉怪呢 那透由这方面呢 去思维的时候呢 那可以帮助我们呢 去思维到无常 所以这个主要的内容呢 我们下一堂课呢 会仔细的去做解释